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修改几个中文并句 今天我们要修改的并句 主要是用词不当的并句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句子 我想结婚一个漂亮女孩 这里结婚这个词是用词不当,用错了 在英文当中 marry是一个极物动词 marry a beautiful girl 但是呢,在中文当中 结婚是一个不极物动词 结婚后面不能直接跟一个人 那应该正确的应该怎么使用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有两种修改方法 第一种呢,可以改为 我想和一个漂亮女孩结婚 我们把结婚 这个不极物动词放在了最后 在想的后面加上了一个 和 和某某人结婚 这是一种改法 这是一种改法 第二种修改方法是 我们把它改为 我想娶一个漂亮女孩 我们在这里想的后面 把原本的结婚 替换成了娶 我想娶一个漂亮女孩 娶就是和一个女士结婚 就是娶 如果是一个女士要和一个男士结婚 那就是用嫁 在这边呢,很明显是 我是一个男士 因为他想娶的是女孩 好了,我们看第二个并句 周末我要去参观奶奶 这里参观这个动词 用错了 在英文当中,visit 在中文当中可以解释为多重意思 可以参观博物馆 但是 visit somebody 参观一个人 这是不可以的 我们看一下如何修改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 周末我要去探望奶奶 我们把参观 改成探望 这是正确的 探望 但是在英文当中翻译的时候 人就是visit 周末我要去探望奶奶 好了,我们看下一个并句 她的奶奶住院半年后 终于去世了 她很伤心 这个句子的错误呢 在于终于这个词 这个词是用词不当 从语法上说 这个句子并没有什么错误 一个事情 终于发生了 但是呢 因为奶奶跟她的关系很亲近 奶奶的去世让她很伤心 所以在这里用忠于这个词 就显得不太妥当 因为忠于这个词 偏于忠性 甚至有时候还有一些就是 期望发生的事情 终于发生了 但是她奶奶住院后 她期望的是她奶奶的病好 病治愈出院 但是呢 她奶奶住院后去世了 这是她不希望发生的事情 所以这个这里用忠于就显得不太适当 那我们怎么修改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她的奶奶住院半年后 不幸去世了 她很伤心 我们这边把忠于改成了不幸 那这样呢 跟她的伤心相呼应 她奶奶的去世是一个不幸的事件 所以她很伤心 这样呢 就显得比较贴切这句话的感情色彩 下面一个并句是 我们老师是一个老女人 老女人呢 一个老女人 an old woman 在英语当中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色彩 但是呢 在中文当中 说对方是一个老女人 就显得不太礼貌 老 老女人 尤其是这个老字 对女士来说呢 一般 不太 不太喜欢 别人称她老 所以呢 作为一个老师 是一位女士 你称她为老女人 就好像显得不太尊敬老师 那我们应该怎么表达这句话呢 我们把它改为 我们老师是一位年长的女士 那我们把老 那我们把老改为了年长 年长就是年龄比较大 年长 这个说法比较 比较含蓄 女人 女人 不太礼貌 我们把它改为 女士 另外呢 我们也修改了量词 之前是一个老女人 个也显得不太礼貌 我们把它改为 位 一位 我们老师 我们老师是一位年长的女士 这样就显得 比较尊敬 对老师 显示出一种尊敬的口气 下面一个并句 老师 你老公在美国吗 这句话呢 在语法上也没有什么错 你 老公 老公和老婆 一般是在比较亲密的人之间 这样叫 或者是比较熟悉的朋友之间 称自己的老公 但是呢 老师是 一个受尊敬的一个职业 你直接这样问呢 就显得不太 不太礼貌 用词不太恰当 我们应该怎么修改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老师 您先生在美国吗 我们首先 把老公改成了先生 先生就是 丈夫 的意思 这里用先生或者丈夫都是可以的 husband的意思 我们另外把你改成了您 也显示出尊敬 老师 您先生在美国吗 我认识 对 我认识 他 我认识 你 这 那 是 那 这 是